于大伯和老伴陈大妈住在绍兴朱记的上海城小区 家在六楼 他们说六月份的时候楼上开始装修 陈大妈说 他们向小区物业和社区街道反映了情况 也跟七楼业主沟通过 我到上面去搞好物 我说你去这个 你们轻一点 你们不要用这个 这个这对啊 这个垫垫 垫垫 那你就闲一点 他说我垫垫拍回北地带 就这样的话 就听了这句话 他这也别理过了 我们给他的几个建议 跟陈阿姨也说过 就是一个多组织一点人 加快施工的进度 这个施工方案上面 我也给了他们一点的建议 老两口说 几次沟通下来 楼上敲墙钻洞的动静没有明显改善 装修的进度也没有加快 有个两个月多多 两个多月 他只有一个人 因为我们跑到外面去了 陈大妈介绍 他们到天津和杭州的两个女儿家里住了近半个月 回来时 七楼依旧在敲墙打孔 他们还在挡 还在挡呢 我说老头啊 没有办法了 我们到了上海阵以后 别个树下面呢 吃 吃 吃手在 手里面中啊 蚊子咬得我们的蚊子很难受 好不容易有一天 你觉得这风没有来 记者注意到 天花板上 电灯附近出现了裂纹 陈大妈说 他立即向绍兴12345热线反映了情况 属地街道和住建部门都来家里检查过 除了主卧天花板 在其他房间的墙上也发现了不少裂缝 我们是邻居 大家要我好 我不要你们呗 就叫我女父女儿 你们是年轻号 你让你帮你去 楼上的是男主人来还是女主人来 男主人来的 他们说 要他给一位居家 他说一位居家找我什么 他的那个女主人啊 草兵啊 碰 冲进来 冲进来 他就马上说说了 他说 这个你家部要我买 等等啊 我也买 有钱也要我玩 你们找许个东西都要我买的 按照协议书约定 七楼业主承诺 会出钱对老人家里进行裂痕修复 由陈大妈家寻找施工单位 修复费 清理费等 在双方确认后 由七楼一次性付给施工方 修复期间 出去居住的费用由七楼承担 老两口说 如今七楼女主人不承认这份协议了 我承认影响是有的 但是你说100%会得怎么样的话 本来他们提出一个价格 我买鞋贵的话 那么比如说我们叫几个师傅 也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不是我的问题 现在是我老婆 她说这个房子我没份的 反正我没产权的 那么当时对这个 他就协商不下去了 他就想到也是这样的 那他就让我也不要管这个事情了 两夫妻之间 他是有个夫妻的一个家室代理权的 像这种小事情 一般任何一方都可以代表夫妻双方来处理的 所以我认为补偿这个协议 男方签字了 应该是有效的 不会说因为说这房子户主是女方的 就是男方就不能签字 于大伯说 现在最困扰他们的 还不是承担责任的问题 而是在协商出现反复后 七楼会在晚上闹出很大的动静 影响他们休息 翘你的老板 他们的老板 我们的老板定的 他不觉得 当时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了 砰 这个砰 撬起了 当年他跟他说过不中的 然后他说四个人 十一天出来 他又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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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就是半夜过来 半夜 几点 这次达到你 两点 十八分 两位78岁的老人家深夜被砸东西的声音影响的事情 到底属不属实呢 记者前往了小区物业何时情况 明确跟他们说的时间的装修时间 什么物业就是白天的装修时间 那么周夜间呢 陈阿姨跟我们反馈 包括我们的保安的也都上门 上门呢我们去敲门 情况属不属实 属实的 那么我们去敲门他没开门 他不开门 大半夜的这样去骚扰 弄半夜去骚扰我们老人家 那本来心脏就不好 那半夜那惊醒 那是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 那你现在有什么措施吗 那现在我家里面装了监控 也有录音也会录像 两位老人家说 从七楼业主不认协议书 又半夜三更制造大动静之后 双方的协商就完全陷入了僵局 记者注意到 陈大妈出事的房屋裂缝清单上 后续又添加了不少手写内容 墙上的裂缝边也都做了标记 陈大妈介绍在得知家里的裂缝在持续增加后 在杭州工作的二女儿也为她请过装修公司来检查情况 但具体的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 小区物业 属地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为两家人做调解 我很愿意在两户之间就是两位业主之间的进行协调 那么就是说很愿意到现场或者到我们办公室都可以 那么我们就是说楼上的业主只要楼下双方相配合 我们业主很愿意来协调这个事情 说话间楼上又传来了电钻的声音 余大伯带记者到了七楼业主家门前 想了解情况并进行沟通 他们也不开的 他总理不开门的 里面在装修外面 他们里面他们总理也不开门的 他们就故事去找 解铃还须细灵人 解决问题的关键再次落在了七楼女主人的身上 两位老人家说 装修纠纷产生快三个月了 跟七楼的男主人沟通的比较顺利 但从来没有办法联系上女主人 我只有一个固化 登机的固化 就固定电话的联系方式 经常打过去会没有接 我一里面有个他的电话 你不接干啊 忘了四年才能够 那你乌业那边也是要言 那您直接给我 是不是一回声吗 他乌业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从乌业提供感 我说是我给你弹 记者尝试着拨打了七楼 女业主留下的座机号码 听话把他们的各种类伸 这跟谁厉害没关系 如果是装修厉害了 可能装修更厉害啊 法院谁有问题 不是 您这个商量都不商量了吗 哪一个人 现在他这种态度 那我们只有走法律程序 我们现在找专业的机构来 鉴定这个房子损坏的程度 第二个 希望他们晚上半夜 不要再出现 扰眠这种情况 因为年龄大了 对老人家身体影响很大的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